Example for Day 6, Day 7 四字六節第七個例子 求這個不定積分 1加3加cos分之1的不定積分 1加3s加cos分之1的不定積分 這很明顯的 這個是半角代換的標準性 半角代換的標準性 所以半角代換 這個一定要會 要令什麼東西呢 令Unity Tangent 2分之x 一定要會 折一樣 折 這三個馬上要寫出來 折 3s會等於1加u平方分之2u cosx會等於1加u平方分之1-u平方 dx會等於1加u平方分之2倍的du 這個一定要四個全部一定要寫出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被積分難數 這個dx 1加3s加上cosx會等於1加3s是1加u平方分之2u 再加上cosx是1加u平方分之1-u平方 dx是1加u平方分之2du 所以我們把它套進去 剩下就套招 套招過來就整理 整理呢 你看一下 這個第一項乘以1加u平方 然後整個分母會跟這個消掉 跟這個1加u平方消掉 變成1加u平方 再加上2u 再加上1-u平方分之2du 就是這一項分子分母乘以1加u平方 就是這一項分子分母乘以1加u平方 那整個1加u平方會跟這個消掉 會跟這個消掉 過來再整理 這個你可以在外面整理 那u平方消掉 然後呢這個是2加2u 2再加2u 再加2u 然後du 再du 然後會等於把2消掉 1加u分之1的du 那就簡單啦 du跟d1加u一樣 是nature log u的解例子 1加u再加c 會等於nature log 1加上u是多少 u是tang2分之x u是tang2分之x 再加一個積分常數c 這邊來寫一個答案 寫一個答案 這個呢是dx e再加上3x 再加上cosx 這個不定積分 這個nature log 1加上tang2分之x 這個的不定積分 這個不定積分 這個再加c nature log 解例子1加tang2分之x 再加一個積分常數c 這個是標準型的 那係數都1倍 以後這邊改2倍改3倍 就會比較囉嗦一點 變成這個分子分母是多相式 要用到4-5的 分母可不可以因式分解 用這個來處理 要不可以用到部分分式 還是要配方幹什麼 這會比較難一點的題目 所以這個s1是1倍 cos1是比較簡單的 比較簡單的 所以這題目很多東西消掉 這個s倍方消掉了 會比較簡單一點 s倍方消不掉的話 要用到配方會比較難一點 會比較難一點 所以這個分母是2次方 不定積分解斷 一定要配方 一定要配方 這是我們的example 4-6-7